日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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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 資源、日文、日文、日文 日文、日文、日文、日文 歡迎節目工作旅程,大家好! 我是裕文 節目一開始,想先問問帶大家 你擅長溝通嗎? 每一天我們其實都需要跟 同學、同事、家人、朋友交流和溝通對吧? 但是往往在溝通的過程當中 总会出现有时候有勾 但是却没有通的状况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一个好朋友 他在我的心目当中 就是一位沟通达人 常常在活动当中 总会听到一个声音高亢 声段柔和 总是面带微笑的人 穿梭在人群当中 招呼和协调事物 那个人就是今天的主角 他叫做文雅 擅长沟通的技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从小他说他印象很深刻 他不喜欢站在舞台上 也不喜欢分享 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国小的时候 在班上被推举成班长 没想到第一次在班会的时候 站上台讲话 一个字都讲不出来 最后竟然被老师给撤换班长的职务 直到文雅五专的时候 加入了慈青社 有了180度的转变 那时候的他参加的活动 是年纪最小的队服 不擅长分享的他 那时候内心其实很纠结 但是骨子里又有一种 别人可以为什么我不行的 那种不服输的精神 他开始去学习倾听 学会关心别人 学会带动讨论 也因此文雅找到了 沟通技巧的第一把钥匙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校内成立慈青社的过程 担任副社长的他 不只要带领社员一起推动社务 更要每天站在公众的场合去讲话 都必须站在舞台上 拿起他故隆最害怕的那一支麦克风 后来文雅开始带领校内的活动 甚至在跨区的大型 慈青的活动也担任了干部 回忆起当年碰到了莫拉科风灾 需要动员慈青的力量 一起去协助灾区客业辅导 志工服务 每一天都要带好多的人 去陪伴这群灾区的小朋友 但是文雅说 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明天还有谁 还要去哪里找人 过程其实压力非常的大 回想起来 好险当初其实是有坚持去做这一件事情 所以才会造就现在的他 学会如何诚恳 又不让别人感到压力的邀约和沟通 站在半路 比走到目标更辛苦 现在的文雅 跟着先生落脚在新竹之后 投入许多的志工服务 充满雄心壮志的他 觉得好像可以去翻转一些 一层不变的规划 文雅就成了一个鬼点子最多的一号人物 志工都说他出头很多 一开始没有人脉 硬要把场子撑大 文雅说 换来的是大家的不欢喜 一对怨言 还有不能理解 但是文雅没有因此而放弃沟通 反而坚持的去倾听大家 试着一个又一个团队去讨论和互动 耐心的串联起每一个年龄层 志工都会说 文雅没问题 我们听你啦 在新冠疫情最高峰的时候 文雅就在慈祭的疫苗站 承担起了窗口 每天排班接待接种疫苗的民众 后来这样的部队成长到上百人 轮班的团队 对于新竹市的疫苗覆盖率达九成 而且疫情稳定 这支团队功不可没 今天有111个 疫情期间文雅又在想了 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首先他就想到了 如果隔离又是吃素一定不方便 所以他就找上了新竹市社会处 表示要为隔离者制作蔬食便当 虽然一开始订购的量只有5个 但是志工团队很努力 很快就获得市府人员的肯定 陆续加入订购蔬食便当的行列 为了扩大这样的蔬食推广的效应 文雅更组队四处奔走 号召了消防局 还有很多的公家单位来一起订购 后来这个蔬食便当 越来越受欢迎 每一天供应量都超过100个 而每一个便当也很贴心的 附上一个QR Code 为什么 因为要让大家吃完之后觉得好吃 可以去找到附近 很多的蔬食的店家 养成吃素的好习惯 旁边都是这一条是新竹的护城河 从一个拿起麦克风都会发抖 不敢讲话的小女孩 到现在不用麦克风 都可以凝聚号召许多人的沟通达人 她可以把每一次的学习 运用在需要她的时候 勇敢的挺身而出 会进购的旅程 我们下次见 那只要我们选择一个好的环境 好的生活形态 她就是一个享受 所以不一定是一定要吃到肉 推广书始本来就不是只有吃鸡要做 而是所有的人可以 如果可以一起 我们当然是一起做 在每一刻 每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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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忽然清晨 轻柔着 与你终眼的强征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与